灯巴巴亏欠神花 因为我的进球效率而信任我 那很容易理解 但是作为五指导来说 他一直到今天能够信任我 真的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自己亏欠他很多 我们的基地拥有这么好的硬件条件 但却没有利用起来 让人觉得非常可惜 未来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愿意回来帮助球队去做一些事情 去重新开升华足效 为神花俱乐部培养人才 总之 如果让我去运营正所神花足效的话 五年内就能成为顶尖的足球学校 加研读舌 还记得某场比赛 双方冲突 那时你刚来神花 等大双眼望着闹去 历历在目 亚台降级有变 王兽婷诡异 送点王兽婷 在于北京国安关键一役 最后时刻送出点球 引发了巨大争议 很多球迷怀疑这个足迹而来的球员 并没有真正表现出应有的水平 演得太假 是大家的核心观点 而最后一轮比赛之前 大连级球员孙杰 蒋哲都被球迷所担心 比赛中 孙杰对于第二个丢球 也有一定的责任 赛后甚至连带出为亚太高层为首的亚太大连方 敌于形成了主角 亚太高层在最后阶段判断失误导致球队降级 首先是在最后八轮之前 亚太队已经自认不可能降级 队员们在此后的比赛中表现非常松懈 直到最后阶段才发现形势不对 但却已经无法自救 第二就是最后一轮赛前 长春统一口径施压恒大 太大被恒大血洗 而大连不限于与亚太的默契平局 比出了一个赛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剧本 将颜毒蛇 面面宝剂 猫腻 地球人不知道 还是火星人都是傻子 输了就输了 来年人土再来 还是一条好汉 不至于这样输不起吧 这就是那个戒业这几年 赢不了的那个亚太 演了这么多年 过后悄悄吵吊宝极锅巡礼张珠 今年降级让一个苏解球员背锅 桑宝利坚振任礼皮 执教中国男族桑宝利 极有可能坚振礼皮 成为中国男族国家队主教练 桑宝利的经纪人巴雷德斯正进行谈判 双方将先约至2021年 并根据他在塔塔尔世界杯率选赛的成绩决定未来的情况 据悉 中国方面开出了一千万美元的合同 桑宝利无限接近中国男族 这与高额的年薪有很大的关系 李皮早前宣布将在亚洲杯结束后卸任 加盐毒蛇 一千万 一个笨孩子请那么贵的家教干嘛 人少钱多吗 没心救不了你 没方可以 意大利风格不行 说整整南美风格 看还能救救不 桑宝利可是一个疯狂进攻到死的教练 中国教练宽得太多了 李皮刚将会一点意识防守 现在又开始学南美疯狂进攻了 能不能长约打算一点 志们说 学巴西就学巴西了一学几十年才 有了今天 中国一会学德国 一会西班牙 一会意大利 球员有这个能力 适应所有击战术打反吗 中文字幕提供 谢谢 roku